小沈 然后我把这个盘子给你 你看一下 昨天咱们直播 就是咱们沈兄也弄了点 放在桌上看一下 这个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拿了些东西给大家分享 这个昨天也说了一下 这个年份是咸丰一个花口人物盘 东西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题材 它像是一个组合式的一个题材 像是这个可以组一家子是不是 就是老爷夫了 这个是一个侍童 然后这是一个公子 这个应该是一个侍女 一个童子 这两个正好可以匹配到一起 在直播的时候 就朋友圈里也是一个朋友 他问我了 他说你是不是从傅老师那买的盘子 我说你也看了 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反正这个东西 有好东西就在这里 一个大棒锤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硬棒锤 凭着我给大家讲讲背后的故事 这个大棒锤是我和沈兄一起去那个长沙 应该是哪一年 前年吧 过了一年多了 一年两年了 就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去逃货的时候 在长沙 好像是也是肖乡 肖乡华天吧 不是肖乡华天 在戴维斯小天鹅好像是 小天鹅酒店里面 有个房间里面是一个什么巴基斯坦 还是哪里的 反正是老外 然后他搞了好多回流池那种池机在里面卖 我也买了不少 然后当时沈兄他就 看中了这个 他可能比较喜欢这个画片 看中了这个 然后我来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是做了金扇 那是银扇是吧 做了两种技法 本来他买的时候就是睡的 就是缠的 要不然也干不动 那这肯定是个大件 那肯定要大几万样东西 就这个东西如果全民的话 都画的是十八罗汉 福福罗汉什么什么罗汉 东西特别好的一个 这种年份应该比较早 比较到青中期 至少青中期的一个大棒槌 这个品质很高 所以今天我带你们来参观玩 还看一个好东西 拍一拍 细节 这个颈部的这个 填彩和画片都特别细 下面是画了这个 十八罗汉图的 这个罗汉像 非常漂亮 就当时就睡了 当时就睡了 所以做一个金蝉 总体还完整 应该不缺漏吧 好像漏不太缺 应该是没怎么缺漏 就是当时裂开了 冲线 冲裂了 但是整体还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尺寸很大 这个应该有 我带了尺来 我来量量看 我们让沈兄来量量他的宝贝 多高 高度是六十二 六十三公分 还是 所以非常大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三百件 大三百件了 大气的一个作品 所以今天为什么拿来 给你们来拍一拍 就这么一个 过过眼 好东西看一下 这里面画的是有十几个 你数了没有 这里面有十几个人物 这上面还有人物 这开窗上面还有罗汉图 这开窗上还有罗汉图 海浪里面一收枯木 就仙人秤叉的画片 就是一个老者 也是一个僧人 和尚僧人 应该也是罗汉图中的一个 这个确实 确实挺好的 属于金蝉 金蝉 现在一个标本 说实在话 随便录一个标本 去跟人都要几百了 大几百都要 真的 按标本吧 按瓷片吧 按标本吧 都要这个价了 尺寸很大 像这种 这种题材 这种风格的东西 一般我 我个人认为 就是道光的东西 就清中 清中的 甚至还一个人 更早一点 这边还有龙 这里也是一个枯木 一个仙人秤叉的画片 这个人物众多 其实是 东西是很漂亮的 有虎 有龙 底下 底下 你慢慢 底下是没有款 但这个底竹 我们看一下 非常的老到 非常的开门 这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 上次还有人说新吗 谁说新 大开门的东西 大大开门的东西 现在修修了 前前后修完了 这都一年多了 花了工夫在里面 花了时间在里面 东西还是挺好的 这个要完完整整 真的是要大几万 至少大几万的东西 大几万 我觉得都可以收藏来买的东西 题材特别好 今天就给大家看看 我们老师的最新的创意作品 刚才给大家讲了 这都真的不错 这里面好多这种罐罐啊